我妈妈跟我爸爸 我们是很传统的家庭 我妈妈就是那种 早中晚都是煮饭 那非常传统 所以我妈妈就一直跟我讲说 你去你就是要给人家做好 你该做的工作 我妈妈就会尊尊教回我说 这是媳妇该做的 你就是要去做 所以我就会一直记得说 我必须要做 要不然好像人家会觉得 我没家教 你知道吗 所以后来我老公就说 你从明天开始 你都不用去做早餐了 我说那你要跟你妈妈讲 他说不用啊 我老公就又来了 不用啊 因为不会有人理你 你不要管他 不会有人理你 你这个队友不太好 是我的队友 你这个队友不太好 我的队友都一直活在自己世界 你知道吗 然后就很赞哦 然后我就开始 所以我现在很会猜人家的心 你知道吗 然后呢 这个磨合期我过了很久 因为整个生活形态都不一样 然后我只要下到楼下 人家就会讲说 你就是小亮哥姨姆 然后去猜市场也是 你就是小亮哥的太太 然后从开始你的穿着 连穿一双拖鞋 他们就会开始跟你讲 哦 你老公很会赚钱 都给你用 所以从此之后 我就不要穿太好出门 对不对 好你只是要去倒垃圾 你就穿普通一点就好了 对对对对 然后穿普通一点 他们就讲说 哎呦 你怎么家里事情都你做 怎么最近你都发福了 你怎么最近就比较苍老一点 就很为难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觉得 后来就索性 我们少出门好了 我们就少出门一点 那就反正因为 也刚好我一结婚婚 然后我就很快的 第二年就生小孩 就带小孩 然后就变成说 你从去我们家的便利商店 到菜市场买菜 去到哪里 因为整条街 连里长 他们都会知道 我是谁的老婆 真的过了一段 一直都被监控的日子 然后你做 就变成有老公的面子问题 但是在家里不做呢 又有我爸妈的家教问题 所以我那时候 其实压力是非常非常大 我们中国人过得这么辛苦 就是你常常需要 是建立在别人给的身上 就觉得说 我所有的幸福 比如说我需要的自我价值 是要别人的称赞里面给我的 那我自己做的事情 一定要别人觉得好 我这件事情才值得做 我自己所有的一些 我的好的评语 才证明我这个人是有价值 没有好的评语 我就是没有价值 所以在这里 我们就有一个是什么 我们就把别人的话 别人的印象 当成我们自己 做一个事情的动机 跟我的价值来源 所以我觉得你不管是什么角色 女人特别会这样 我们会从人际关系 因为得到肯定 我们觉得 而且我们很在意这个东西 可是不要忘记 一定要接受 世界上你不是一个最好的人 你不大可能得到所有部分 全部都做得很好 你即使再努力 可能有人就会不喜欢你 那常常跟对错 有的时候没有关系 就跟说我就是喜欢圆脸的人 我看到圆脸的人就开心 那有的时候尖脸的 我就觉得不开心 有可能就是很没有理性的 这种感觉 陈运运好尖 我上面缘下面尖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不管你现在是什么身份 你是仇利也好 你是先生也好 是太太也好 尤其是女性 我觉得真的要知道说 我只是尽我的力 我尽量去爱你 可是我不一定要满足你 因为满足你自己 是你的责任 我的责任是做一个好人 我的好人就是 我尽我所有的能力 去爱你 去帮助你 可是至于你是不是喜欢我 就我不能要求 为什么 我们通常会说 我对你这么好 你怎么这样对我 事实上人家喜不喜欢你 是因为他喜不喜欢你这个人 不是因为他感激你 如果感激你 你只是他的恩人 不是他的爱人 对不对 所以他可能会感激你 但是不一定会爱你 所以这时候 我们又自己要什么 我们从神那边得到 真的很大的价值 我就是自己觉得 我有什么亏欠 我有什么 我什么需要 我都告诉神 那求神给我能力跟智慧 告诉我应该告诉的人 就是我不一定要告诉所有人 我就告诉他 比如说我告诉先生 我现在心里有点难过 我心里有点担心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那样祷告 如果我觉得对小孩有点挂心 比如说像我的女儿 以前在念书的时候 她说要去夜唱 我很担心 这时候我会说 你不要去夜唱 这样会有很多压力 对吗 反过那我这需要怎么办 我就跟我女儿说 我很担心你 请问你我该怎么办 因为这是我的问题 不是她的问题 那这时候我女儿就说 妈妈那我打手机给你好了 我说好 是太感谢了 这样你一定很丢脸 她是不是一起去你去不去 她说一起去夜店你去不去 我会去 那她好希望她趕快发出了 对对对 不过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现在到这个时代了 我们就不要再受到中国那个讲求 默契跟表面和谐 因为这个里面就抹杀了很多个别的不同 我跟你不同 我的需要不同 所以你不能告诉我 你就这样需要就好 你就这样做好了 因为我这样做我不会快乐 我可能要别的方式快乐 所以我是觉得真的 我真的是要奉劝各位先生 在幸福这远路上 在帮助女人解除压力上 先生的角色非常重要 因为女人受苦 她要有人知道她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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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